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毫无作品而硬捧的确实是营销大奖 但有作品的艺人就不应该如此冤枉他们 比如文中介绍的三位 周深这次凭借何光同城和光亮两首好歌 夺得了年度人气音乐作品 他的歌很好听 也有一定的传创度 实至名归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战如梦之梦获奖 央华版的《如梦之梦》是一部话剧 获得了微薄之夜的年度人气演出 肖战深根演绎之路 在话剧领域也进行了他的尝试和努力 打磨自身的演技 而今年的王牌部队 也是令肖战知名度和认可度再一次上升 事业呈现一片大好的石头 杨子主演的女心理师 获得了年度人气剧集的大奖 其中当之无愧的大女主杨子饰演的贺顿 肯定是一大功臣 虽然这部剧集在评分上有一点争议 但还是很多观众喜欢和支持 微博热度超高的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周深 肖战或者杨子吗 对于大奖有什么看法 对于大奖有什么看法